再等对面选英雄 当我看见对面这个阵容 你知道吗 就对面这个阵容 不玩一把眩晕光雨 我都感觉对不起自己 但你们见识 特定阵容的双宝石流眩晕光雨 一杠四的标准开局 你再来看小地图干掉的位置 看到了吗 他视野消失的地方 所以我在这个位置 等待进入冲锋状态 再看小地图过来了 过去接他 大招推到队友脸上 躲他一技能范围 二技能跳 从下之后再看孙兵位置 他加速我眩晕 他进化 虽然躲了一半的推 但是没技能了 他只能被收下 看悬侧 马超像葫芦娃就爷爷一样 看悬侧位置 一技能消耗 拿下中攻 一杠四变成五杠四 逆风变顺风 你再来看这一波 两人在下路 看红buff 悬侧马可位置 押回去了两个 在拉地图 他还在探这个红buff 注意他淘宝的走向 二技能跳风所谓 接眩晕的控制时间 一刀直接秒掉 仔细看小地图 点塔的同时 拉开对面的技能范围 对面移动 提前往后侧 而反应他的攻速力 直接被秒掉 二 消耗悬侧选量 再拉开距离 为什么拉开距离 我有更安全的方式 为什么要给他驳的机会 这样 他零点几的反弹机会都没有了 再看战绩 看到了吗 这就是双宝石流的现场关于 前期打猪的顺风 八分钟 直压对面上路高地 看悬侧的钩子 走位躲掉之后 再回头往前顶 他们在往后侧 悬侧没有钩子 进入冲锋状态 二继能跳空 利用现场的控制时间 走到悬侧的前面去 再接着推回来 前期打猪央四 队友不傻 对面哪来后期